SAMP這個工作表裡面請各位先幫我打開這一邊 然後呢底下有個什麼什麼小學的那個成績 那成績部分的話當然如果你要加總 一般是上面有個SAMP加總 不過這樣子似乎太簡單了 加總好像這個每個人都會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變化一下 如果我在上面加上比重 比如說我30的話 比如說第一次占30% 然後呢第二次的話呢一樣是30 第三次的話呢那我就呢變成40好了 假設呢Total也是100% 那我如果說我今天的我的總成績裡面 裡面還有包含的有那個所謂的比重的問題的話 在上面在第11列的地方那個空白列的部分 那如果我要加上一個比重 那我要該怎麼做 產生結果會是最簡單的 那一般的想法是這樣的 如果說你用公式來做的話 它可以等於什麼呢 等於它的成績乘上它的比重 乘上它的比重 加上什麼呢 加上它的成績 所以第二個成績乘上什麼呢 它的比重 那你會發現呢一定是哪個成績比重相加 相乘之後的加總結果 那如果說你用這樣的方式來做成績少還OK 可是我成績一多的時候你會發現哇你光要把這個全部的值全部做完 其實還蠻麻煩的 因為你要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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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點擊 或者那你可以用打的啦 我發現有些同學比較習慣用打的 那我的習慣是習慣用點的 因為點的話第一個比較省力氣 點一下跟你打的好像點一下跟打兩三個兩個字好像點一下比較快一點 第二的話你用點的也比較不會出錯了 所以像我都用點的 拿一個點拿一個點OK 那再來的話呢 當然我等一下會把總成績算出來 可是會向下填滿 打勾之後的話答案當然出來 不過這邊的話我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會有個問題 就是我的比重是在第11列 那如果說你沒有把它鎖起來的話 成績一定會出錯啦 所以向下填滿這邊一定會出錯 為什麼 因為它的這個11會變12啦 那當然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在11的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那這個主要是要鎖定固定的位置 那當然你可以按F4啦 一般坊間的書籍是叫我們按F4 不過F4的話呢會變成怎樣 它是兩個都鎖 其實兩個都鎖我覺得不精確 應該是鎖一邊就好了 慢慢你們要習慣喔 不要沒事兩個都鎖 為什麼因為很多地方其實 需要鎖籃你就鎖籃 要鎖列就鎖列 因為如果搞不清楚的話 很多時候你有些結果你是做不出來的 所以我一直強調你只要鎖單邊 我在一般書裡面比較少強調這一點 主要原因是因為如果你要做比較複雜的運算 可能會除了向下之外還會向右 那像有一個什麼九九層法表的練習題也是這樣 你如果不了解鎖籃鎖列 你是做不出結果來的 OK來打勾一下 那大概向下填滿之後的話 這個結果一定是正確的 那可是你會發現這樣相成蠻麻煩的 所以呢 在那個 Excel裡面有沒有哪個函數呢 可以取代這個工作 當然有 不知道各位沒用過一個函數 就是 相成之後的 相成之後的那個加總 裡面都 所以其實要牽涉到加總有沒有 就會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函數 那函數的名稱呢 一般我們在數學裡面 其實往下找 你會看到有一個叫sum sum開頭的 sum底下後面有幾個 像sum sumif 這個sumif後面我們會提到 還蠻重要 sumif意思當然顧名是 就是你要加總會if的邏輯條件 當什麼情況下 那個條件為tru的時候 他才會加總 如果沒有就不加總 OK所以其實蠻多地方 你範圍裡面 你需要加總的有哪一些 那你也會給一個條件 這個還蠻好用的喔 那sumif s的話 常常同學會問到說 這個if s 會多一個s s什麼呢 意思就是多條件 sumif 是一個條件 sumif s呢 是多條件 就是一個以上的條件的話 那你可以用sumif s 後面我們大概 練習題裡面 只有sumif 沒有s 的練習題 你可以自己找一下 工作裡面應該蠻多的 就是你要加總的條件 有一個以上喔 那你就可以用sumif s 底下的話有個叫sum product 這個sum product 這個函數的話呢 基本上底下有個說明 傳為多個陣列或範圍 那其實喔 那什麼陣列或 其實 範圍指的是上面有沒有 我們選取的 到esale內部就是一個陣列 外面看到的就是範圍啦 有沒有 但是到esale裡面的 那個資料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陣列喔 然後呢 就是兩 所以我們有兩個範圍 一個是比重 一個是它成績 它底下有說什麼 相應對應的元素的成績 成績就是相乘 相乘之後的總和 那不就跟我們剛剛用的公式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sumple的按確定 那如果說我第一個範圍 假設我第一個範圍 它的成績 第二個範圍的話 是它的什麼 它的比重 所以我就把這兩個把它選起來 sumple 按兩下子就鎖列 按三下子就鎖籃 那如果按第四下就取消 所以它會一直cycle 其實你可以習慣這個 有沒有 兩個都鎖 鎖一邊 然後呢 鎖籃 鎖取消 ok 那我鎖列就可以了 那當然它的那個範圍 目前只有兩個 它最多可以255個 就一直成 成文之後相加就對了 ok 那我們做完之後 按確定之後 那各位可以看到了 那所謂的 所謂的那個範圍 就是我們剛剛選的 那它到了那個 Excel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會 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會長這樣子 一定是大瓜糊 大瓜糊裡面 中間加豆點 ok 之前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那如果說 我有一些資料 那個比數不定的話 其實一個儲存格 你也可以放多比啊 那中間可以加豆點就可以了 就是有點類似像 放一個正列 那一個正列的概念就是說 它一個空間裡面可以放多筆資料 中間用豆點隔開 這個就是所謂的正列 ok 所以 一個資料裡面 假設你一個格子裡面 沒有辦法放很多個 不然你就是中間加豆點 把它有點類似像正列這種概念來處理 剛好 昨天上課有同學問到類似的問題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 要向下填滿 我們把它改成整數好了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呢 三波打馬上可以做出結果 那相較於剛剛這個公司的做法 好像似乎簡單的一些些 因為用三波打 它是兩個範圍 互相成的加總 ok 那底下的話請各位 也許可以試一下 旁邊再加一一欄 叫VBA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請各位幫我把那個VBA做出來 那VBA 前面也有講過 就是 我希望按下它 自動幫我做完這些事情 那方法當然 至少有兩種 以上 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直接把公式 有沒有 這旁邊的公式 直接幫我丟到儲存格裡面 上禮拜好像講過 那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直接就在VBA裡面計算完 把結果丟到儲存格裡面 那因為我們是一個範圍 所以呢 你當然就是要 寫個回圈 那這邊的話 當然開發人員裡面 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就是先試一下剛剛兩個部分 然後呢 把剛剛這兩個部分 轉換成VBA 那當然也是 也許做三個按鈕吧 一個按鈕按下去 就是 我們可以把那個什麼呢 公式 剛剛的三波打公式 直接丟到VBA裡面 但是要一個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我下一個的話 基本上 我就是要 跑回圈 那回圈裡面會有個I的變數 那你可以把這個13 這兩個13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那它輸出之後 就會一個一個幫我把公式丟進來 所以第一個呢 也許 按下它 自動幫我把公式丟到這裡 第二個按鈕是什麼呢 如果我不丟公式 我是在VBA裡面計算完之後 再直接輸出 第三個也許就清楚了 反正也許 等一下就做三個按鈕 在這邊旁邊 請各位也許先試做看看 因為 前面這些東西 基本上都有講過 那再來也許 我是慢慢建議各位 因為今天已經是第七次上課了 所以前面如果做過東西 那我們就請各位就先練習 那待會我會把這部分再說